我发现了一颗蛋 这不知道是鸭蛋还是什么蛋 但是鸭蛋好像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一点 要是鸡蛋把颜色就不对 带回去吧 买个孵化器孵化下看看 如果是受精的话我就转了 带走了 这个秤子让我转了一圈 才知道它的行动轨迹 哎呦 还挺大 这个可以 我这边来了 我这边挖就可以了 哎呦 哎 变塌了 哎 出来了 差点让它给跑了 跑了就可惜了 哎 来吧 哇 好大 不过鼻子掉了 应该刚刚掉了 来 游泳 快点 呜呼 呜呼 说大不大就完了 这个坑窝的也大 出来 哎 嘿 哇呜 又是一个拔螺 哦 哇 水风太多了 这个啊 都偷脸上了 太漂亮了 行 这个带着了 把这个沙赶紧现在给它抠出来 抠完的话 它都渗透到肉里面去了 这个海星比较大 比方个手都大了 按照人的年龄计算的话 这个得80岁了 看它的颜色就知道 基本上海星都是紫红色的 这个变成一个蓝色的刀 这个厉害 这里面的膏特别多 像这种红的都是膏 回家只要蒸熟了就好吃 戴着吧 这里面藏了只螃蟹 哎 这面这么大的一个坑 应该都是它造的 看一下 它出来了 看一下我来 它连坑都放弃了 螃蟹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爪子 这两个前大爪只要是 哎 你把它按住了 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杀伤力了 如果说按不住它 你看一下这个大钳子 这个大铁鞘 自己就能牵起来 我估计要是扔着手的话 直接给你干费 嘎嘣响的 带着吧 挺大这个 这是一个皮皮箱 哎 哎 哎 别跑了 上来 这家伙 我不敢用手拿 怕它残着我 你敢拿皮皮箱都得照拿 要不然的话直接就 这两大钳子残手啊 这么冷的天 带石头粪干嘛呢 是不是有 家里有点闹饥荒 饿的 出来找石了都 这个太小了 不要了吧 再说一个半个的 不知道了 像这样的里面都有那个 出来 哎 还不想出来 都有八爪鱼 这就是八爪鱼的魅力所在 它会握杀 像这种长腿的就不会了 长腿的只会有 或者端动 就是不会握杀 就跟那个猫似的 它会上树老虎就不会 长的基本上一样 就是技能不全啊 这也是一个八爪鱼 这是它的小眼 来出来 哎 哎 拘上来了 哎 这个特别小 过来吧 还跑 看 一松手 它就 哎 这回没抓住 跑得挺快 这个 哎 个头不大 而且超漂亮 这里带着养着 要不然要是大的话 就把它吃掉了 这个不舍得 看太漂亮了 放在我手心里面 多像一个小宠物 走吧 好了朋友们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